看看这真的是最离谱哦 新北市这名32岁的外籍男子 疑似经商失败 又害日籍女友吵架 就借酒交仇 结果酒后骑车遭到警方拦查 一开始拒绝酒策 而且还不断地对警察咆哮骂脏话 还假装听不懂中文 征讯时又极度不配合 让袁金横头痛 只好靠上手铐带回警局 对着警察狂骂脏话 这个穿白色T恤的外籍男子 全身浓浓酒味 借酒装风骂个不停 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喝酒 袁金拿他没办法 只好先靠上手铐 外籍男子骑车摇摇晃晃又闯红灯 被警察拦了下来 还假装听不懂中文 直到袁金明白告知 已经违反台湾法令 他才惊觉大事不妙 袁金将他带回警局征讯时 还两度报假身份 继续假装听不懂中文 他国语台语都会 所以我们同仁也有跟英语 跟他沟通 所以他都顾左右而言他 都故意不配合 原来外籍男子竞商失败 又和日籍女友吵架 借酒交仇 酒后脱续演出 离谱行径让警方看傻眼 中天新闻 无敌人温思涵 综合报导 帮助摇 有关